大家好,我是石玉兰,欢迎您一起收看5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县议会15号的县政总质询 县议员杨花美针对了这一次0403的善款 竟达到6年前0206善款的五分之一 这也反映出了民众对于花莲县政府的不信任 希望县政府能够翻转全国各地爱心民众的信心 另外杨花美也针对了未来苏花安、苏花改 必须要提升消防量能 县议员杨花美针对了花莲地震捐款这部分提出质询 并表示这一次花莲0403来自各界爱心的善款 目前为止是5亿4300多万元 仅达到6年前0206善款的五分之一 这也似乎打脸了所谓的幸福大县自居的花莲县 花莲县政府0206那一次的善款获得了27亿 但这一次6年后的这一次0403的善款却只有5亿 它的善款的收入活生生的掉到剩下五分之一 落差这么大的善款的收入 它其实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人捐款人对于花莲县政府是没有信赖 所有的人都认为捐款给花莲等于捐款给花莲王 这个是不实的 但是为什么民政会这样想 是因为他不信任花莲县政府 我们所有的评比都是幸福大县 我们五星县长 所有都是最好 但是我们的捐款却只剩下五分之一 到底为什么而改变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极好跟极坏 这这个不用检讨吗 今天所有的NGO他在捐款掉落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会想说到底我们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为什么让捐款人不再捐款给我们呢 但是花莲县政府有没有检讨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边提出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我希望花莲县政府痛定思痛 好好反省 不要认为所有的监督都是在 都是莫须有的 要真的要反省 切身之痛 那再来就是我希望花莲县政府 要有一个外部监督的机制要建立起来 要责性于全台湾人 责性于花莲县民 我们花莲县不希望再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了 那所以我建议要成立自治条例 让议会有代表能够进入议会 进入这个善款委员会 另外杨花美也直询消防局 针对了昨天苏华公路清水段 民隧道火警延烧至今 消防量能是否足够 希望公路总局与县政府 未来能够添购消防设施 以及检讨人员扩编的相关事宜 记得综合报道